这种政策在大国杀文主义看来不济如人意 现在杜金纳被杀 如果俄罗斯不能猛烈报复 那么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内就会归罪于普京不够强硬 一旦两者出现裂痕 无疑会长期削弱俄罗斯强硬派 这对俄军濒临城下的乌克兰和西方都有很大好处 第四设立与对岸的联系小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最高议会8月17日成立了一个与海峡对岸联系的小组 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公普党 前总统波罗申克领导的欧洲团结党的议员们 这个小组成员表示 他们是在佩洛西窜访对岸的时候产生了成立这个小组的想法 该小组的成员还透露 他们要加强与对岸的联系 希望以波兰和立陶宛为例 未来乌克兰将在对岸设立代表处 实际上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 都非常清楚对岸问题的敏感性 干涉对岸事务与台独当局勾连 就是在破坏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成 是对中国极其严重的挑衅和敌意 佩洛西窜访对岸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现实中 中国一直在劝和俄乌冲突双方 既然如此 乌克兰为什么突然与对岸勾连 成立这样一个小组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泽连斯基希望以跪舔西方立场 换取西方不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用挑战劝和的中国的政治底线 来祈求敌对中国的美西方的赏赐 此举堪链接天花板 也莫名伤透了国内那些 为乌克兰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吁的善良民众 目前 俄军正面战场节节胜利 泽连斯基政府倒台 已经进入了两个月的倒计时 在这种情况下 泽连斯基领导的纳粹政府 已经顾不得中国曾经对乌克兰的支持 选择以挑衅 出卖中国来挽救西方的队伍援助 这完全符合泽连斯基 这个犹太政府忘恩负义的一贯作风 当年 中国在上海收留犹太人 但犹太人却忙着在东北与日本军国主义 勾结建立东方以色列国分裂中国 现在 中国支持俄乌和解 换来的却是泽连斯基与欧美勾结在对岸问题上 分裂中国 事实一再证明 犹太的忘恩负义是刻在骨子里的 卑鄙无耻 一直都是他们的通行证 从未改变 泽连斯基实施的这四个重大措施 表面上似乎很有效 但这不过只是加速死亡的垂死挣扎 恐怖主义从历史上看 一直都是弱者和新疆失败者对强者和即将胜利者的非对称行为 乌克兰纳粹知道自己在乌克兰犯下了何种滔天罪行 一旦被抓住 面临的惩罚将是最严厉的 所以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破罐子破摔 就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利于不败 赶来对岸挑衅 试试看 目前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正在稳扎稳打 继完全控制顿巴斯以后 俄军将穿过尼古拉耶夫州攻占鲍德萨州 进入十月份以后 随着欧洲援助下降 经济已经崩溃的乌克兰纳粹将迎来自己的末日 泽连斯基倒台对中国来说 意味着中俄联手发动九元齐席的时间窗口打开 十月至十一月 俄罗斯摆平乌克兰之后 中国将召开新一届胜利大会 美国也将完成中期选举 这个时间点将决定未来四年 中俄与美国斗争的发展方向 五年前的十月份 中国也召开了一场胜利大会 为什么说今年召开的是 又一次胜利的大会呢 五年前的2017年11月8号 俄旭联军攻克 由英美训练的ISIS恐怖分子 在叙利亚境内的最后一个大型据点 阿布凯玛勒 全面正式铲除ISIS等国际恐怖分子 中俄联手扭转了 美国独霸中东地缘局势 五年后的十月到十一月 我们再次召开胜利大会 届时 俄罗斯将再次在战场上 铲除英美支持的乌克兰纳粹政权 逆转北约东扩局势 五年前 我们铲除了英美扶持的 国际恐怖主义雇佣军 五年后 我们再次铲除了英美扶持的 纳粹主义雇佣军 历史在不断重演 虽然地点不同 场景不同 出场人物不同 相同的是 我们终将迎来新一场胜利 2022年胜利大会召开前后 中国国家统一时间窗口将全面打开 一旦选择最佳时机 完成国家统一 不仅能够洗刷百年耻辱 还将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这些利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受编1450打造中国心理信息部队 在俄乌战争中 乌克兰军队在军事行动中 唯一的亮点就是其心理信息作战大队 乌克兰于2016年建立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专门军事机构 信息和心理作战中心 SIPSO 下辖四个心理信息作战中心 这些中心隶属于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 在英国军事教官的监督下运作 其中第72作战中心就位于基辅东北部 该中心通过信息作战 成功捏造了创伤俄罗斯的不查惨案 在俄乌战争之前 乌克兰心理信息作战大队更是误导舆论 引爆俄罗斯境内的反普京游行示威 甚至已经部分影响到了俄罗斯总统大选 与乌克兰一样 对岸也建立了以1450为编号的心理信息作战部队 这些年来 我国在心理信息作战和对外舆论输出方面 始终处在几乎空白状态 虽然近年国内舆论有所改观 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妖魔化却始终如一 乌克兰心理信息作战大队作战已经表明 现代战争已经没有战时和非战时 以及前方与后方的明显区别 混合战争模式下 舆论武器打击对国家的影响巨大 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岸成立的1450已经渗透各大论坛 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 他们能将任何评论扭转为对国家的负面评论 虽然我们在各大平台启动显示用户IP 但要根除这些渗透进来的网军难度依旧很大 有鉴于此一旦国家统一 中国就应该收编1450在内的心理作战部队 整编以后为我所用 这样不仅能破获美国对我信息战的手法 而且还能够创新出更高层次的心理作战方式 帮助中国逐步扭转在Facebook等国际社交媒体上的负面形象 其实收编1450为我所用 在历史上已经有先例 康熙22年及1683年 施郎帅福建水师收复对岸 完成国家统一 之后 清廷将对岸前领导人郑克爽 冯熙范 刘国轩等人全部加入满洲八旗 其中 正是家族领导的最精锐部队腾台兵 归于满清湘黄旗 之后在打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 平定达尔丹 降服大小金川 对面作战中 均立下汉马功劳 满清从康熙岛乾隆时代 夺取的3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都洒下了藤牌兵的热血 是当之无愧的华夏子弟兵 所以 只要应用得当 1450网军一样 可以成为开疆拓土的 现代版藤牌兵 这里说明下 藤牌兵全称虎一藤牌兵 它跟三国演义中的藤甲兵 不是一个兵种 第二 摧毁CIA在东亚最大情报中心 高云城事件后 中情局将情报中心 从高云城分别前往 菲律宾和对岸地区 对岸目前已经是中情局 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情报中心 所以 收复对岸则代表我国摧毁中情局 在东亚的最大情报中心 8月8号 据美联社报道 在最近与该机构 反恐中心领导人的闭门会议上 中情局2号官员明确表示 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 仍将是一个优先事项 但该机构的资金和资源 将越来越多地转向 关注中国 阿富汗战争结束一年后 美国开始将情报资源 全利用于对付中国 这种背景下 摧毁中情局 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情报机构 意义重大 第三 阻断北约全球联网 安倍被杀10天前 也就是2022年6月28号 北约在马德里召开峰会 峰会首次邀请韩国日本参加 其中重要议题就是要求两国完全交出情报 军事 信息主权 这是北约将从大西洋大踏步跨入东亚地区 将北约从北大西洋 扩大为全球军事组织的重要步骤 马德里峰会明显将中国直接纳入北约枪口之下 攻克对岸以后 中国将掐住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命脉 只要有这个在 日本和韩国就不会长期公然倒向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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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